在这个白物涨价,唯独薪资没有涨的年代,不少年轻人存到一笔小钱之后都会想要自己创业做生意。 也有不少家里有点闲钱,不想跟老板打工的年轻人会想家里父母融资开店创业。 你会发现了不少年轻人的梦想,只是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小店,可以是一家精品小咖啡馆,奶茶店,面包店或者南洋茶室。 以至于过去十年,零售门店成为了不少年轻人薪资向往的职业目标。 对于自己有包袱的,会想要创立自己的品牌,比较有资金积累的,则会选择连锁加盟。 但是,不知道你有注意过去几年,马来西亚线下零售发生了巨变吗? 大多数品牌都是昙花一现,就消失到无影无踪了。 坑了不少投资人的融资,然后把公司清盘倒闭。 法律文件早已做好各种防火墙,投资人也只能自己吃闭门坑。 今天,华人百科就带大家来看看,过去十年,马来西亚零售餐饮品牌有哪些翻着的案例? 如果您也正好准备自己创业,今天这期节目,值得大家直接收藏。 在过去十年,本土餐饮连锁最著名的经典案例就是旧街场的白咖啡 Old Town White Coffee。 还记得在数年前,中国游客到访马来西亚,必须带回去的一定是旧街场白咖啡。 也就是这样一家曾经在马来西亚主板上市的企业,在后来还成功出售给荷兰的JDE公司, 却在品牌出售给荷兰资本之后就走向没落了。 Old Town的前身其实是仪宝的南疆茶室。 在1999年,吴清文为了继承爷爷的遗志和朋友联手打造的品牌, 在2005年进军餐饮界开始餐厅, 顺利进军东南亚和中国大陆市场一共拥有200多家的咖啡馆。 2011年7月13日,Old Town成为马来西亚上市公司。 短短7年,它就被荷兰咖啡与茶叶集团JDE以14令吉并购并且出牌下市。 创办人最少蒙走6亿令吉现金,20多年的努力也算是大丰收。 对于股东来说,每股3.18的价格也是一加了10%,算是双赢局面。 但是卖给荷兰公司之后,Old Town的口碑却越来越差。 先是在2019年,在中国爆发出商标侵权纠纷, 结果导致G&L公司关闭了旗下所有Old Town White Coffee的门店。 2023年,又因为牛油给得太少,在网络引起热议打翻车。 而且不少人都评价,食物的口感和品质都下滑了不少。 发展到今天,不少门店都已经灌门大吉了,门店数量也所剩无几。 Old Town在白开飞市场是否还有一席之地? 大家心里有素。 过去10年受到台湾市场的影响,马来西亚挂起了几股的奶茶旋风。 从最早10年前的Chart Time,Tea Life,再到5年前的The Airy,幸福糖,黑金,熊黑糖等等。 这个奶茶旋风规模大到居然可以变成一条奶茶街。 像是吉仁波的SS15,SS2,新三的Austin等等。 但是MCO过后你有发现吗?奶茶品牌早已清盘关门不少。 虽然疫情没有生意,导致承担不了租金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中式奶茶加入战局。 台式奶茶不只在马来西亚兴起风潮,最早受到影响的就是中国大陆。 中式奶茶在口味上比较清新,饮料多样化在品牌营销上也是花样百出。 旧比鲁蜜雪冰城以低价策略已经在海外巡逐发展起来。 霸王茶几以不太甜的金式茶饮获得了更多有消费能力的年轻人青睐。 在中国大陆市场,台湾奶茶很快就被挤兑了生存空间。 而此时做大的中国茶饮品牌也把目光放向了华人最多的东南亚市场。 不仅台湾的品牌门店大观就连本土Tea Life曾经是性价比最高的奶茶, 但是现在出现了更低价格,门店数量更多,成本可以更低的蜜雪冰城, 也是出现了尴尬的品牌定位。 在可预见的这几年,新式茶饮又是一场硬战。 疫情让奶茶风波暂时沉默,但却带火了便利商店。 不少网络直播购物平台也做起了线上线下模式, 下场开启了实体零售店,比如Portboy Mart,霞王的SuperM等等。 但是这些品牌门店几乎最后都倒闭金盘。 先说Portboy Mart,它是一家2016年开始经营线上购物的平台, 2021年接着疫情借股东风,Portboy Mart在雪龙疫区开设了80多家实体店, 甚至还在50个地点设置了200部智能贩卖机。 当时的创办人周俊良在接受访问时还说, 表示这样的小店是大事所需, 或许正是因为太过急于占领市场份额, 导致Portboy Mart急于扩张,烧了很多投资人的资金, 在2022年负债将近一个亿而轻盘的公司的一众投资者更是血本乌龟。 不仅大的品牌,很多不知名的杂货店也越开越多, 最后都轻盘倒闭。 说了Portboy最著名的案例, 还有红极一时的霞王和他的SuperM超市。 霞王是一位在2019年进入直播界的博主, 曾经是大马顶流的流量网红主播, 最高的一次吸引了10万人同时在新观看直播, 同时还曾经在短短两个小时内就破了百万的营业额。 先不说当中的水分含量, 但是他的知名度确实是最高的。 他也在此期间打铁称日开设了SuperM连锁批发市场, 陆续开设了9间门店, 其中3间立足霞王, 剩余的都是由他信任的粉丝投资人出钱开店。 当年霞王还雄心壮志地宣布要在一年内开设100家连锁店, 讽刺的是不到3年SuperM就相机倒闭。 SuperM倒闭的原因, 除了是收了加盟商的钱却没有付款给供应商, 导致加盟商无法准时出货, 后面还爆出拖欠员工, 装出公司费用, 最后还想要用假支票胡弄过去。 据说每一位加盟商至少都要亏损30到60万令吉。 后来再到的旅行社欺诈消费者事件, 成为了压死下王的最后一根稻草。 事实上, 除了管理不当还有一个原因, 只打不过已经有基本墙航盘的99Speedmark, 数千加盟店的99Speedmark后来都已经成功上市了。 同样是便利商店作为普通消费者, 当然失去更靠近更便宜的对吧? 不仅如此, 很多连锁便利店都把既食品当作副业, 让顾客可以买到现买现煮现吃。 但是很多人都忘了旁边还有一个老大哥, 就是日本的Family Mart。 QL集团从日本迎进Family Mart之后就迅速扩张, 2016年就带来了关东煮, 而且还有卖自家品牌的冰淇淋奶茶等等。 随后韩国的CU便利店也把草年糕等韩国小吃带进便利店, 搞到垄断便利店已久的老大哥711也失去了不少市场份额。 可以说经过几年的奋战, 便利超商死了一批, 也更新迭代了一批。 第四就是以华阳Orienticorp为主的南洋茶室风潮。 南洋风味的茶室可以说是过去几年, 饮食行业最热门的商机, 像是华阳每天都大排长龙, 近期更宣布要准备上市敲钟。 华阳主要是活跃在雪龙河如佛一带, 目前有10多家门店, 在上市之后计划在三年内又多开15家茶室的, 还要进军新加坡。 在华阳出现之前, 大家还记得Papa Rich吗? 想当年欧套和Papa Rich单单加盟费都超过了10万, 还没有包括门店装修、设置费等等, 简单估算投资一家门店都要百万令吉了。 Papa Rich曾经是大马本土五大连锁三营品牌, 巅峰时期在全马有超过100多家, 那里知道Papa Rich一家, 接着一家倒闭, 加盟商欲哭无泪。 Papa Rich更是在2020年抵不过疫情, 欠下3700多万的债务而选择清盘。 其实你会发现, 除了这几家名气比较大的南洋茶室, 不少的华人区也出现了一众的南洋风。 从最早期, 此场接的和酒到原苍龙, 再到后来的南洋宾市、淮阳等等, 还有一些奇怪的名字, 什么两字老虎等等。 有的专心成功, 也有的是到处融资开店, 坑骗投资人的血汗钱, 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马来西亚餐营业里面有一个赛道竞争超级无敌激烈, 那就是咖啡。 咖啡店是迭代更新最快的赛道, 即使是连锁品牌, 竞争也非常大。 不仅要面对国内的品牌, 还要防外国咖啡品牌分离杯羹。 小小的马来西亚里面就有几百家品牌, 比较著名的像是美国的Starbuck, The Coffee Bean & Tea Leaf, 韩国的Coffee Coffee, 台湾的HWC, 印尼的Kanangan, 越南的Chong Coffee, 马来西亚的有大家熟悉的Juice, Gigi, 更别说老牌的Old Town, Secret Recipe, 还有要上市的华洋等等。 最近中国也加入竞争, 比如Corti Coffee, 瑞幸, Larkin也有意进军大马市场。 咖啡连锁店的生意真的这么好赚吗? 实际上马来西亚人真的很爱喝咖啡。 根据统计, 咖啡馆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百亿令吉, 每年成长百分之六, 这样来看市场的前景和机会是蛮好的。 很多创业小伙伴就喜欢开咖啡店创业, 但是咖啡店, 开一家精品小咖啡和开十家小型连锁, 和开一百家连锁咖啡店是完全不同概念的。 人才、物产、供销都是考验创始人的格局的技术, 早期Juice也是被Starbuck挤压到没有生存空间。 但是后来疫情发生, Juice凭借APP下单, 应用场景主打外卖服务很快就赢得了市场, 再加上后来的贝格潮就聪明的银河马来市场, 最后还获得KWAP注资, 在东南亚其他区域发展业务。 总的来说, 加盟品牌往往是很多小白想要创业的方向, 但是考虑好这些品牌的可持续性, 不要只看垂起来的一阵风。 你有没有遇过什么加盟翻车的经验呢? 还是有看好什么行赛道吗?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 也欢迎你把今天这期视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扫走弯路。 这里是华人百科, 一个关于华人和金钱频道, 我们下星期再见吧!